牆上的这些每一张图 都有不同颜色 近看很有质感 但在透过旁边的介绍 其实都是战场上 具有杀伤力的地雷陷阱 被归类在破裂的主题当中 中台美术馆国际巡回摄影艺术展 文明当代生活启示录 透过拍摄者所见的 带给你不设限的思考模式 这个展览其实是一个 国际的巡回展览 它已经巡回过七个城市 那此刻来到台北的中台美术馆 透过摄影艺术的这样的一个 作为媒介来呈现出 这一个人类的当代文明的发展 以及人类的集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 这回展览共展出超过两百多件作品 这回展览共展出超过两百多件作品 其中台湾参展人创作的白熊系列 描绘出人工漆地被展示的北极熊 野生动物却出现在人造场景的尴尬景象 这整个计划并不是在一味的去反对 动物园这样的机构 而是去思考说 它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好 那也许就是大家在 之后在动物园的时候 可以去想看看说 我现在眼前看到的这只动物 是为了被我看吗 还是它有其他更深层的意义 像是代表未来的超级电脑 却被安装在巴塞隆纳的古籍当中 像间蜂巢的密集大楼住宅窗口 还有说服为主题的流行文化 潜意识地都影响着我们 却也是人类生活轨迹和文明的代表 蜂巢 流动 控制 或者是孤独相伴等等 表面上第一眼看到的视觉上面 它的更深层其实有非常多 多层的意义 希望透过摄影所谓的 这样一个当代之眼 那去观看当代的生活之外 重新去思考跟反思我们的生活 中台美术馆巡回摄影艺术展 透过作品及不同的子题 引导观众反思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 也透过当代之眼 诠释人类文明的发展面貌 人群卫视剑家梁海瑶 台北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